针对近来南投县人口流失问题 县议员陈淑慧在今天的总质询中 就针对此一议题做出说明 陈议员表示 南投人口减少最大的问题在于人口的老化 其次就是就业机会较少导致年轻人外流 也希望县长规划四个产业园区能够尽早来完成 让年轻人有机会返向服务 让南投县人口能够得到提升 其实我们南投县的人口外流 在百分比我们要百分在全国头前 全国人口外流最大的就是高雄市 南投的关系人口弄法 台阶三名 并不是因为在这里居住的人没关系 我们也希望在头上报告这四大行政 所要建立的这些园区 让我们一起来完成 让我们在外面集合 这些青年朋友有机会返向来服务 来造就说我们的人口的提升 而针对陆古乡许多家长因为子女教育问题 将户籍迁往竹山镇或是云林县 造成陆古乡人口数据逐年在下降 县员许淑霞在总质群中 也希望教育处能够加强陆古乡教育的资源 以及升学率问题 让家长对陆古乡的学校有信心 让陆古乡的人口不再流失 拜托我们教育处 一定要把我们的那个陆古国中的一个教育做好 才不至于说让我们陆古乡的人口一直在流失 不然陆古乡也剩1万7千多的 也感觉非常可能 陆古乡是一个经济非常好 非常平均的一个兄弟 为什么我们的人数也是一直在递减 那有可能卡到就是一个0到14岁 就是我们一个家长 他有可能因为教育的一个不良 对陆古国中的一个信任度不是那么高 因为现在有少子的话 每个孩子都希望说 每个孩子都是成农成凤 妄子成农妄子成凤的一个情况之下 而迁离户籍 迁离到其他的乡镇 迁离到其他的县市 所以我在这里拜托我们的处长 一定要把我们的教育做好 南投县为农业县 大多乡亲都是务农为生 但近来因作物价格不好 造成农作物卖不出去 使得农民血本无归 许多人也因为务农 无法生存 除外工作导致人口的流失 因此在今日的总质询中 县员廖一贤也希望县长 以及县府农业处 针对农产销售问题 能够帮助农民 让农民有收益 我在想我们南投官 就是这个农业官 而且是都农业威星 如果像今年大家想起来的香蕉感觉 可以说家庭都非常败 头上去买的是 牛丁买一斤十六块 到买的都算四五块 我在想说 那我们不同的卫生 都口诈的生活 其实如果没有人来买 这样正正的 热门不贵 刚才说人口感觉 如果这样 大家在这里没有生活 一定要外留 议员们表示 为了让乡亲更愿意 留在南投生活 不论是针对教育 就业 居住品质等 都是非常重要的因素 也希望县长以及县福团队 应该要好好来努力 加强乡亲 留在南投县生活的诱因 让县敏能够安居乐业 人口流失的问题 自然就不会发生 记者传千豪 陈唯一南投县议会采访报导